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些都是你的东西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一下你的新办公桌 好,辛苦你了 来,小元 这就是你的新宫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大家并不陌生吧 原来的夏总监 现在又重新回到我们公司工作了 担任副总监一职 今后大家就好好配合 夏副总监的工作 不必了 我已经决定辞职了 话别说得这么绝对 我为你成立了拓展部 这总监一直就是你的 唐总,你们夫妻开的公司 我就不参与了 来,夏元 说心里话 于公,我不希望公司流失人才 于私 我舍不得你走 唐总,祝您和安总一切顺利 夏元,你给我说 夏元,你松开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你到底想干嘛 安娜,你做的事情 在公司已经人尽皆知了 以后收敛点吧 我做了什么事情 说清楚 你,你干什么意味 你干什么你 你们两个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事情 你别胡说八道,你闹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 你姓唐的 我们两个一起结婚了 我知道啊 你要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 你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拈花圆草 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谁有你的 我怎么了 你说说我怎么了 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我告诉他 你再这样我收购了 我早就收购了 小元 夏元 那个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没有的话 那我先走了 ные 小元 想不离 可是柱子那儿那么重要吗 我之前跟夏元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生活的条件也很结局 但是她从来没有嫌弃过我 她对我的好 我都记得心理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一定要对夏元好 只要我有水 我就给她做汤 只要我有米 我就给她做饭 这是我对夏元的承诺 也是我对你们的承诺 我们毕竟就圆圆这么一个女儿 我也希望我的女儿 能够过上条件好一点的生活 所以这一点 也希望你能理解 伯母 我能理解你的亲切 你可能不知道吧 就两年前 我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 我住在市中心里 出行有车 吃穿不愁 但是现在 我住在这 这可能 都是人生起起伏伏的 一道坎 两年以后会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可未来的生活 我们一定不会这样 因为有一点 我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爱夏元 春时 优优独播剧场——初心 都是